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直略起 何惠待人 人自为而爱之 到这里是一小段 这个是古圣先写 教我们做人的原则 也是做人的本分 儒家 讲度数人 有德行的人 也分为三个等级 圣人 贤人 君子 君子之称就是你的学问 已经有了成就了 像现在这个学校读书 已经拿到学位了 君子是最初的一个学位 像我们现在讲的学四 大学毕业了 古时候就成为君子了 他做人的标准 正直 正直 端正 心直 行直 这两个字 就是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 如理如法 贺贺理论 贺贺道理 贺贺发怒 贺贺人情 情理法了 都能做得很匀柔 这是对待自己 略竭 对待别人 活会 活是活品 会就是恩会 与人相处 一定贺贺 一定平等 一定肯帮助别人 这个会就是帮助别人 能成就别人 这个是君子的德行 如如是要求 佛也如是要求 佛法里面讲的更详细 讲的是 三福 六合 三学六度 佛家这些科目 都离不开这四个字 正直 后悔 我们学佛的同学 尤其要注意 如果人都做不好 怎么能够成佛 太上这两句话 实际上的意思 是劝我们 除世待人 要谦虚 要恭敬 纵然 有了纷争 我们有礼 以礼 说服人 都唯恐 引起别人的怨恨 何况我们的礼 要是不充足 那就造罪业了 所谓是仗势欺人 这个是范围很广 现在一般是 多半都是自以为是 是诚挚 作为作福 路人求生 更不可疑 可疑地 无辱别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把自己的身份太高 我们曾经听说过 有一些人 遇到 与自己 身份地位相当的 或者 有比自己身份地位高过的 他在大众之下 批评 侮辱 他的目的何在呢 叫别人看到 自己比他们多高 这个做法 设计上 只能够自欺其人 真正有德行 有学问 有修养的人 看见了 听到了 就明白了 你将来的前途 人家看得清清楚楚 明白白 而实在讲 这个是 自己 侮辱自己 别人 因为受的损害 没有啊 主节里面说 若动 臣 威灵 以行动 成威 作福 凌驾于人 借由 涅福 二人不怀德 何以拘人上乎 这种行为 纵然 别人表面上 对你 这个威德 好像服了 其实 人家心不服 这个样子 你怎么能够 领导别人 你怎么能够去领终 一个成功的 领袖任务 一定是非常谦虚 懂得忍让 以礼仪待人 这个地方讲得好啊 以正直 对自己 以后悔 对别人 这种人 无论在事法 在佛法里面 决定成就 儒家讲 正心 诚意 遵守 圣贤的教会 圣贤人 对一切众生 基本的教导 几乎是相同的 儒家 儒家教人 对他自己 对他自己 佛家讲 五界 天主教 基督教 新旧约里面 讲的世界 世界 世界里面 前面的三条 是四奉上帝 我读过 跟我们佛法里面 讲的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他们对的是 对上帝 对上帝不怀疑 尽量上帝的心 不夹杂 不间断 第四条 孝顺父母 后面 就是 佛家讲的 五界 五界 我们佛家讲 不杀僧 他讲的 不杀人 这个不一样 我们的范围 大 他的范围 在小 只是讲 不杀人 其余的 不邪淫 不偷盗 不饮酒 都有 他们酒 是允许 可以饮的 但是 决定禁止 凶酒 决定禁止 醉酒 你可以饮酒 不能喝醉 所以我们看到 世出世间 这些圣贤 教化众生 总原则 总纲领 都相同的 违背 之大物 何会待人 佛给我们 制定 对待 一切众生 六合 六度 佛家讲的 非常具体 尤其是 以六合 做基础 我们今天 为什么做不到 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 就是 见和同解 这条做不到 这条做不到 往后 通通都做不到 为什么 祝福菩萨 做得那么完善 他第一条做到了 第一条很难 就是 你的见解 你的想法 看法 是相同的 跟谁相同呢 跟祝福菩萨相同 祝福菩萨对宇宙众生的想法看法 是一体的 现代人讲的一个生命共同体 虚空法界 一切众生 是自己的 亲近法身 我们没有这个观念 过人 过人有过人的想法 过人有过人的看法 总不能够 等同 真正觉悟了的人 今天才能够统结 可是佛法教初学 那这要受个很好的教育 教初学什么时候 儿童的时候 成年之后 没有法子教了 古人明白这个道理 教人 一定在孩童的时候 咱就咋跟了 他天真 滥漫 他能听话 你可以逼迫他 塑造他的母性 容易 人长大了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有他自己的看法 他不会接受别人的意见 那就没有法子教了 我们过去跟李老师 学习的时代 老师唱讲 真正教学 是在同词 二十岁以前 这个是正规的教育 从二十岁到四十岁 这个阶段 得补习教育 四十岁以后就不能教了 那个人已经定型了 什么都随身 纵然他有 恶意 恶行 也只好随身 不能跟他戒怨仇 四十之前 还可以劝道劝道 四十以后 不可以了 只会给人戒怨仇 能够接受别人劝告的 那是善根非常深厚的人 没有深厚善根的时候 四十以上的时候 他还会听你劝告 不能接受我 这些道理 我们都要懂得 你做我 你做措施 我不敢讲你 随你去 在这个地方 修我们自己的忍辱伯劳民 古人 都是惊艳之谈 所以我们对人 爱护别人 特别是同龄 要好好的教导他 这是真正的爱护我 真正的慈悲 可是今天这个社会 非常非常困难 他六根接触 六成经济 都是不善的 所以教一个人学好 真的比登天还难 你家庭教育再好 小孩一出家门 接触社会 社会是个大染缸 你说他不被污染 那个人是佛菩萨再来 决定不是凡夫 凡夫说 不受社会污染 不可能 社会教育崩溃了 何况今天家庭教育又没有 所以 自古以来 东方西方讲的预言 我们这个时代要造劫难 我相信 我完全肯定 我不是相信他们那些预言 我看到现在社会 教学的状况 你看看现在年轻人 他想的是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 他表现的是什么 我们就很清楚 很明白 这是非常不吉祥的预兆 现在人看不出来 没有读古书 为什么说读古书的人 就会看出来了 读古书是吸收古人的经验 他们一生的经验 换句话说 增长我们的介石 你看东西 你看东西就能看得远 看得深 看得广 我们中国人讲 死识 独立识 就是吸收古人的那种经验 常识 经是长学问 是智慧定会 独立识 是长解释 这个见识的依据是什么 依据是因果 所以中国一部二十五史 就是讲的因果报应 你看看几千年记载 善因善国 我因我报 你这个真正通达明白了 你看看现在人造的是什么 他想的是什么 意 说的是什么 口业 一举一动 深业 深与三业都不善 说是来好果报 在佛经常讲 无有事处 这个一点迷信都没有 中外这些预言 提供我们做参考 提起我们高度的警觉 我们在能言戏观 这个社会现象就知道了 这个大灾难不能避免 怎样避免呢 除非一切众生 都能够回头断卧修善 这灾难就化解 但这个事情不可能 做不到 所以佛菩萨教我们 自度 我们帮不了别人忙 要帮自己的忙 一个人回头 一个人得度 十个人回头 十个人得度 佛度有缘人 谁肯听佛陀的教诲 谁肯依教奉行 这个人得度 所以我们不能看到社会乱 这个社会要造大灾难 我们自己很不信 遇到这个供业 但是你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身在现前这个世界 未尝不是好事 对我们有高度的紧急性 比如说我们非用功不可 非成就不可 这是好的正上元 所以你也正上元 不出在这个环境里头 我们的紧急性 没怎么高 生在这个环境 才知道 非成就不可 非快速成就不可 慢了 慢了 一定卷入这个漩涡 赶紧跳出 赶紧脱离 这是智慧的选择 这是真实的利益 我们才体会到 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恩德 不是佛菩萨教会 我们实在讲 没有能力脱离这个苦难 我们得到佛菩萨的教会 佛菩萨的教会是平等的 有人乐意接受 他就得到了 有人还不愿意接受 还在那里徘徊 忧郁不决 那他得不到 所以佛心清净 佛心平等 在乎我们自己 有没有善根获得 因缘我们今天知足了 遇到了 就看自己 有没有善根获得 自己有善根 能信 能解 自己有负德 肯干 肯一教奉行 这是有负 知道自己怎么修许 怎么样帮助别人 所以无论跟什么人相处 跟一切众生相处 决定不能够违背六合六度 六合六度就是这个地方讲的 合慧 这个合要用佛家来看 就是六合 慧 就是六度 处处要学谦虚 要学忍让 不能跟人相争 现在社会提倡 一些竞争 这两个字太可怕了 我们听到这两个音声 看到这两个字 感到恐惧 彼此互相竞争 互相不忍让 这个世界走向毁灭 所以这种名词 在中国古迹里头找不到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了四对